大家好,我是Matthew 砌機最多人問的問題,第一位 一定是買Intel還是買AMD的CPU 以及到底哪顆CPU最划算買呢? 講划算買,講性價比 一定是AMD的CPU是比較好的 但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到底你自己需要什麼CPU呢? 根據Steam2020年4月的硬件調查 其實還有差不多一半的用家是用四核心的CPU 而用雙核心和用六核心的用家是差不多一樣的 那就證明了,其實打機不一定要用一個很厲害的CPU 都沒問題的 何況你的電腦不一定是用來打機呢? 剛巧這幾天,Intel就會推出他們最新的Core i 第十代的desktopCPU 我們是時候多來更新一下 在兩年前Intel第八代CPU 剛剛推出的時候的CPU介紹 那時候i7還只有六核心 而且還沒有i9這件事 省下眼,現在消費級的CPU 最高可以去到十六核心不只 現在i3 10100 已經比起三年前的i7 7700 有過之而無不及 大家都是四核心八線程 而i3 10100的turboboost頻率 已經去到4.3G 比起三年前的i7 7700 還要高多0.1G 我老了 最新的Intel第十代CPU開賣了 i5 10400 1488 i7 10700K 3000 還包免費送貨 如果對的話,快點上我們的網站搶購吧 那肯定有人問 喂喂喂,慢著 那AMD呢? AMD YES! 其實我覺得Intel和AMD都是這樣選擇 i3和Ryzen3 i5和Ryzen5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來的 那其實就看你不同的需要 和你喜歡哪個牌子多些 而我呢,我就會看當時市場的價錢 最重要兩邊廠商繼續欠下去 讓我們這些消費者可以得益 好,回到正題了 先說i3 i3作為Intel Core i系列的處理器 最入門的選擇 核心數目當然會比i5、i7和i9少 今代十代的i3處理器 有四核心八線程 如果你不太清楚什麼叫超線程的話 可以去這裡看 這裡有個詳細講解 如果你有電腦只是用來上網 看電影 做些文書工作的話 i3加8GB RAM其實已經夠有得了 一定不會死錯人 但是如果你預算不太多 可能只有三千多四千元 就想玩玩遊戲 i3回來玩一些要求不太高的遊戲 像CS GO、Overwatch、Rainbow 6 這些都絕對沒問題 i5是Intel的中階CPU系列 最新的第十代Intel i5 就有六核心十二線程 售價大約是千多元左右 以i5的能力和價錢來說 配上一部中階的電腦 最合適不過 如果繪圖、剪片、打機的話 我都會建議最少最少要有i5起跳 而性價比i5都是Intel Core i系列之中 比較好的選擇 所以i5就變成了最多人買的Intel CPU之一 如果你想你的電腦夠快、夠順 玩遊戲又要畫質高 i7作為Intel主流級CPU中 中高階的選擇 就像i7 10700一樣 有八核心、十六線程 比i5再多多兩個核心 而每個核心都比i3、i5的核心要快一點 其實很多人都已經用了i7以上的CPU 更何況這顆i7的CPU 其實已經相當於上代i9 9900的性能了 無論是剪片、打機、直播、或是繪圖 只要配上一張足夠強的顯示卡 就算要打機開到4K 最高畫質都沒問題 比較適合一些預算比較高的用家 至於i9比i7再多多兩個核心 去到10核心 老實說,打機就不需要用到這麼厲害了 但是為什麼還會有人買i9呢? 花幣吧 英雄主義 達馬 如果你的預算真的充足的話 又或者你的電腦需要做大量的CPU運算 例如剪4K片、3D圖、直播等等 用到i9其實都不出奇 不過最後還是要看你的預算 一分錢一分貨 簡單來說 i9比i7比i5比i3 就是這麼簡單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告訴你 到底你自己需要一顆什麼CPU 以上的比較 是用Intel最新的第10代Compilic CPU去做比較 選CPU的時候 記得選一塊合式的Z490、B460 或者H410的主機版 最後千萬不要用Notebook的CPU 以及台機的CPU做比較 因為就算大家都是i5 效能上都會有很大的分別 如果大家要賣CPU的時候 除了可以上Intel的官網 看規格比對之外 也可以上我們的官網 shop.pagazos.hk 拿回個參考價錢 好,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終於這條短片記得按個like 有什麼意見歡迎在下面留言 最後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我是飛馬電動的Matthew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